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水锅添出来 用很多的精力都添出来 变成一条出路 这里水锅也是我们去建筑 所以那里都送到这里 这个水管 就是海水引进来的 这个都引进来的海水 这个也是 那么我们的水都埋在这个地下 埋在这个地下 所以这里才有这一条龙路 这一条龙路就是 接着我们有一个排水 就是小水库在那里 这里有一个小水库在这里 所以这里有排水和集水 那么这里 这个 在这里 就有一个西房养足场 一个典章养足场 一个世文养足场 这里有三个场 这个 这个是典章养足场 这养足什么 养足 这个也是鱼虾苗 现在在养足 这个就是西房场 名叫做西房养足场 这个是典章养足场 这个第二个 这个第一个 那里是海水 就养足这个西苏岛的岛厨 在这里 这个是我孙主在经营 是我的 请她来经营 这个 沒關係 我来解释就好 现在 他有刚刚准除 又养了 所以 这边可以照一下 可以进去照一下 没有关系 嗨 哈啰小哥哥 乖 这台本来 你来 你拆放 我们的养足设备是怎么样 那里是 就西苏岛的岛厨 都是一株一株管的 这个过滤网在这里 好 就是这样 这养足设备 这我们农民的厕所 就是多么简陋 农民的厕所 这个 这个现在刚要放了 本来 这个 就是 就是西苏岛的枣厨 草 草厨从这里放进来 刚要养 现在还没有 刚要赔熟这个 才会 可以往上看吗 可以 现在空空的 现在 刚在准除 这个厨厨 再整齿 要在准除 这个可以照 这个可以照 然后我们这个 养足土 就一定要这种国照 就这样可以照一下 这样是空的 这些都是养足设备 那你会拉绳子是干嘛 拉绳子 台风来 它再不会错掉 这个要盖 里面要盖 这个水再不能够落下去 这个是排气管 跟脊髓管 都是在地下 所以你这个管子是要 这个管子就是铺气管 就空气 空气上进去 这里 打空气进去 打空气进去 那个海藻 西苏藻就要在这里 养那个霞苗 那你这个还做隔离的 对 有一厨一厨的 那如果养好的话 可以养到五百万 所以这个也是 脱脱色 对 很棒的 这个就下了很多的 成本 这个一个厨都是五百万以上 最少 地面要讲五百万以上 所以轮多要进去这个维修 要经过太阳的消毒 所以这个要放电池 以后它就盖着 不会漏水 这个 这是锄孔 这里是可以 可以掀起来看 这里都是有排水 集水 要从这里出去 这个还有整个循环的 里面还有这个设备 这个是 这是管 这是热水管 在冬天的时候要插进去 热水管 热水 那用什么浓热 用电 我们两个电线就在那里 用电热 这个放下 电热 这个就放下 冬天 还有让它 小温 小这一株 这一株是五千块 光是这一株是五千块 你看这个要多少 这个门都要关着 上面还要盖 上面为什么要盖 怕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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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水下去就会数翘翘 所以这个还要盖 所以它要有 不能移水 因为移水下去 咸度就有问题 双鱼 移水是酸 双鱼 双鱼 双鱼不平衡 双鱼不平衡 但是双鱼不平衡 但是双鱼一定要平衡 所以海藻它是弱碱性的 pH是在七点多八点这样 那来调解这个pH才能养足 调整 调整 调整pH的酸鱼 如果没有不合准就消掉了 那么多 这里我们战水可以洗手一下 好 哈喽小狗狗你好 好乖喔 有水 你真是乖狗狗 太好了 我喜欢你 哈喽你好 哈喽这个是蛋水 哈喽这只小狗叫什么名字 哈喽这个我的孙祖的 我不晓得 哈喽他们在叫的哈 哈喽这里还运输鼠 南一个鼠 就是有三个养足鼠 哈喽我们去看 哈喽好可以 谢谢啊 嗯 这个 你要不要过来 我的手上可以到 哈喽可以到 哈喽可以到 哈喽 哈喽 这个海水好厉害 那里面是休想吗 那里面也有一个养足場 这儿休想的名字 是休想嘛 这样是一个就好 对了 休想的名字 这里叫做 典章养足场 啊 啊 一樣 謝謝 這個館都送到一坨墊上去 那個把它關起來 謝謝 我們這個叫做謝雲養豬場 我們這裡有冰箱 就是冰那個儀塑料的 這裡是我們這個管理宿 養豬場的管理宿裡面都是 設備都是我們養豬的這個設備 都可以照一下 我們就快走了 白鐵馬達 白鐵管都有 什麼都是有 這個我們就交那個魚啦 魚箱給那個龍膽書搬出的 這裡就鋪雞頭 裡面通通被台風撤掉了 現在沒辦法回復 都有看到嗎 對 我覺得自然災害 對 天然災害 天然災害 這個鋪雞頭的四百塊 天然災害 天然災害 這都是儲備我們的飼料 在用的 這都是阿丁 紅蓮霞在用的這個桶 這是做給蝦的這樣 對 這做蝦苗的 這個通通養殖設備是怎麼樣 什麼都有 馬達 風氣 什麼都有 這裡又有很多魚 這裡水鍋還是很清淨也是很多魚 這裡還算清淨 這裡水比較汙染 我家庭會水 愛住很多魚 魚是在這裡 那邊在抽水是不是 對 我們是在抽水 這邊可以看得到 它這個溺水 魚在這裡溺水 我們的地區是在這裡 從天起來的 用那個海水 你們也會用那個抽水的嗎 對 用那個鋪氣 打氣 打氣 放有氧 一定要做的 這塊的電池 這有什麼想像 都弄進去海底 很奇怪 你的弄進去有這些農嗎 都有 這裡就是五基金 這五基金是我的 五基金是 五基金就在海底送我 是 都送的 是藍頭的 對啊 因為我們這個養殖 環養殖一定要抽海水 那政府 故意說我們都抽地下水 用地下水來給我們 農移民垃圾的千萬 說這個主用補賞金 就是拍賣財產 要拆除這個 我們的養殖層 說這個法院判決了 法院應該要來現場看 法院一定要改善 要來現場看 沒有來現場看 叫他們來這裡看 法院就是一個 一個圍虎做倉的一個空氣 我們這個水船 你能不能講一下 你這裡的建設 你說你引用那個 中央山脈的那個 水壓 它壓下來流到海底 打得緊進去 那你在哪兒沒有打水準 就是在海底 我們就可以下去看 都打在這個海底裡面 打在海底 會不會很遠 不會在這裡 一看就知道 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在這個地區 打了幾個井 對 在這裡我就打六個井 六個井 這棟風樹 都是從那裡埋下來 已經 那很辛苦 那我們趕快過去看 那就可以看 來 因為 看看我們這裡的環境 小心 小心 這些都是埋在海底 用來的輸送館 輸送館 對啊 這裡是西溪 這裡叫做西溪 西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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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溪裡 那裡是半部 也是西溪裡 那裡叫做半部 這裡是西溪 西溪 西溪 83歲的 這個謝明文先生 他們其實做移民 做海藻 做養殖 其實都很辛苦 其實它必須要有建設 那這些東西 有可能會遭受 其他的工錢力的 把它破壞 我們這個環都埋在地下 打到這個海底去 都是埋在水下 你這還是有海印喔 那個水 是那些工人頭的海底 對 那些工人頭的海底 有看到 有看到 有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水管 每一株 水管有看到 台風來斷了一百萬就料了 大家可以看到有水管 看看我們海水的這個管 拖到一二三四五六 這整個都是埋在這個下面 放到海洋去 看得清楚 真的有 打井在裡面搓上去的 其實是怎麼樣 這一株井一百萬 一株就要一百萬 沒有這個井的話 這個養殖就做不起來 養殖就洗翹翹了 沒有這個水就不行 中央沙漠就要探他的好生 好生才能夠搓到中央沙漠的水 但是國有財產機 才不管這些東西 他只要有海洋池 有業蜀啊 他們就是不管 人民的僧屬不管 那宜夜蜀有沒有來幫你們 沒有 宜夜蜀有幫忙 我們這裡海洋池更加害 他們就貪污了 所以大家可以往這裡看 的確是有六根管 的確是用在海底的 在海底下 不是搓地下水 他用搓地下水來搓 我們是在搓地下水 那根事實不符啊 哪有地下水 都自處不符 危害人民的這個 你要養海藻一定是海水 因為每一株都是套在海底 對 那個都是套在海底 海底現在它是 雕包 我們還要生下去啊 才不會跟它弄破 抽哪裡的地下水 就是每一株都是到海底的 每一株都接近去的 都是在海底打緊的 對 打緊的很辛苦 一株井不是那麼簡單 就在海底 好生它能夠抽到 我們中央沙漠的水 前岸都是怎麼樣 這裡有200多家 這很重要 你看這個整個 國家不保 保護鎮住 利益危害人民 然後抽起海水 然後也從中央沙漠 把水灌到 水壓 水壓壓到這裡來 所以比較淡一點 不會太鹹 所以這裡清淨的海水 能夠 台灣唯有這裡的水源最好 叫做特級用水 我們養豬分這三種 有特級用水 一級用水 二級用水 二級用水 能夠養無過魚也可以 好 好 那我們就順順肚足 切切絲絲 我們農民的辛苦 國家不曉得 漁民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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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打水路 這個主法都是用人工的 把這裡剋爛的 用剋爛的 剋爛的 這剋爛的 這就是鑑魚可以從這裡起來就好 這都是老百姓的生命錢 生命和財產 這都是剋爛的 用剋爛的 那如果海浪來了 就逃了 逃了 這個通路沒有了 所以有可能會衝走 就會衝走 連生命都危險 你看要把那個化在住宅區 那不是危害人民 那是他們故意的 出爛又故意換爛 這每一株都埋在地下 我都埋得很深 每一株都來這裡 注意這裡也是他們建設 對我們這裡建設 一株井都是最少50萬以上 政府不曉得民間的疾苦 可怕可憐 這都六英幾的 六英幾的 這麼大 六英幾的 六英寸的 六英幾的管 一株都是兩三千塊錢 一株管 一株管就兩三千了 我們西西里的半鋪路 第一樓 那就是我們西西里的西蘇路 一株十七號 那就是我第二的地方 那就是我第二的地方 像祖先這三個都我們做 第三個地方就是這裡 這裡就是我們在 以及古西西里的做 政府主家篇造 中雲國中用地 這裡還有兩家瓦 去到整修圍 剩下的還有數分多地 我們在國有財產局成組三七五的 現在還是三七五的 所以我就從這裡打緊 來出海邊 拖海水 埋在這裡 這一株也是 這個中雲國中 因為建起來了 我這個水路要 從這裡地下挖了 那竹路的配合兩個管 這個管 這是五印級的 五印級的 還有電纜線 都是從那邊牽過來 就喘過這個條路 再從水邊 這一株也是 來 喘到這個牆邊那個水鍋 再躲去差不多兩百公尺 兩百公尺的這個五印級的兩株 有那個八平方公尺的這個電纜線 埋設了這一株 這兩株 就要拿了兩百多萬 兩百多萬 為了給他遵守 剩下的魚檔 我們開過去就可以看到了 就也需要引用海水才能給養豬 政府用這種手段 做這個地下水管珠 來給我們敲打一千多萬 海水是我們所謂的地下水嗎 和地下水不一樣 對啊 海水就是因為都市計畫 換為外的 所以現在立法院已經修法了 在102年 十月25度 通通脫海水的住合法 但是他們所有團體 不放棄他們的權利 說你這個八十四年判決了 一定 判決到八十七年 你都不理不才 所以 高雄的國有財產局 真是 對 真是地下皇帝 全部無好無天 無好無天 真的危害人類 危害國家 這個外面也有埋 埋館出去 都可以看 這邊可以看得到嗎 可以看去 我帶你這個豬 趕快很快看一下 從這裡引起 來我帶你看 這個海水跟地下水 通通出海水引進去 我們等一下就從這條路去 這個水喔 天然的水 海水抽上這裡 這一個水站 無論是屏東的離港的 再養 那個白俠都在這裡帶水 淡水的就可以在這裡帶 所以這個管也是我的 你是一個水資源 這個資源 這個管也是從這裡也埋過去的 那這個水站是誰的 這個水站也是我們農民的信領 農民信領 它這個是有賣海水的 有賣海水 我們海水就是可以做海島主罷了 所以 可以做遊遊主 所以林原鄉的農民 真的很偉大 很偉大 很辛苦啦 不只謝仙這偉大 還有很多農民 很多人受害了 對 好 小心上去 那我們上去好 慢慢的走 這個管 從這裡那裡 送到這邊來 這個管 這裡好多台灣黑狗 幼乖的狗 好棒 狗狗 守護家也 這個水管都是 接到海裡頭去 喔 這個這麼樣子 就是這裡 店都是埋在這裡 管都是埋在這裡 送的水鍋都這樣過去 這個 這個是我的 這個誰來做 這是誰來做的 這是誰來做的 這是我們做的 自己做的喔 用洽水墊來裝 來裝好 這樣 這個管喔 從這裡都埋到海底 從這裡都埋到海底 那個管都是大海底 這是貴縣罐 這是六營錢的 六營錢的 這四營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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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營錢的 都有啦 五營錢的房子都有 一直埋到外海去 埋到外海去 這個比較遠 這個比較遠 我們都可以看 都可以看 火可以從這裡來 這裡有在走 這裡有在走 這個六營錢的 這走到海邊會很久嗎 這裡而已 這個管喔 我們還是要 從這裡都埋的 那都是 真的是 管埋在海中 都埋在海底的 不是抽一下水 這都是埋的 就是一株 兩株 三株 五株 四株 這邊可以看一下 你看 這都是他埋的管 漁門的客欄 這個水都埋著 三株一直到那個海霸 我們快來去看 我還要看你那裡進去 不可以看 差不多 差不多 是要五十公尺 都五十公尺 都圍水底下 你都不可以看 這些都在地下 在地下 船過那些 雕包 對 這個海都船過了 從那裡海底 引水進來 你看多苦啊 一株井 用了很多的苦心 嗯 埋過去 埋過去這個 你都可以照相了啦 這有 這桿都套在海底下 對啊 這裡不可以看喔 這裡都在海底喔 嗯 很爽啊 這裡不可以看 這裡不可以看 如果回到那裡 這裡不可以 就一支水 都吃八萬的料理了 對啊 這裡不可以看 就都埋在海底下 這都埋過這個 馬桑角的 還在沖了 差不多三十公尺 三十公尺以上 都埋在海底下 水底 那就是 農地在那裡 做目標 那就是負擔了 還有一個 浮標 那邊就是 弄井的 弄井的 弄井的地方 那個井就是 在那裡打井下去 做目標 台風來也是看那個 我們的井管 就從這裡埋下去了 所以 才打井三十公尺 有的打二十公尺 有的打五十公尺 打這樣下去的 和我們中央沙漠的水相接 所以跟剛剛那個地區 其實是 同樣的原理啦 同樣的 同樣 這個是要幹嘛 這個是做海蹄的 存鄉 那我們趕快去看一下 看一下 徵收你的土地的 要做住宅區 要做住宅區 住宅區 沒有人敢住 對對 趕快去 我家兩百多人 不敢在那裡住 來看我的老家 就想說 我們鄉村的人 是受害無 生命和財產都沒有 趕快 趕快我們進去 這裡是 這裡是中英國中的大門口 這個聯外大陸也是 遵守我們人民的土地 剩下了兩公頃多 剩下主有這些 就是零點四公頃 這個是 也是做海藻的以後 要順便做海藻燈籃館 還是我們做海水游泳圖 來這裡做一個教育 來做海洋的教育 海洋的產業 希望我們下一代的主主順生 祝福給他們好的教育 無論來做農民 做種族農民 所以這裡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生態 也是很重要的生態 包括我們國家的 這個海洋的水族園 海洋的生態 還有我們這個環保 離了工業區 也是差不多一公里 然後這裡兩公里 你看等一下 我去看我們的老家 老百姓的生命 沒問題 都是每個 我們北山路的100家 有99家都是的癌症 OK 我們現在到 謝謝 現在關鍵的點 不要 隨著這個 謝明文先生 到 這個北山二路 北山二路 台北的北山 台北的北山 是汕頭的汕 三尾的汕 一個山點水一個汕 北山二路 然後這個是未來 這個所謂的捷印要到 林延站的落地在這裡 然後另外 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就是捷印要設在這裡 然後我們知道這裡的環境 是不是適合人基住 大家看背後都是嚴重工業級 然後有很多嚴重的工業的落成 然後這裡的人其實 其實是謝明文先生的老家 他們不敢基住這裡 為什麼 這個請教他 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 他要設立捷印來這裡 為什麼要來這裡 因為要徵收很多農地 農地是很便宜的 然後當然建造成本也很便宜 可是他會使得這裡的整個生態改變 然後他要以後要把這裡變成住宅區 捷印共購 那這是要害死台灣高雄的人的老百姓的財產 所以生命財產危險 因為住宅不能當住宅區 第三個我們要討論 是不是像台北捷印的方法 用一個既有的道路底下 也不要花徵收的成本 像信義路在底下就可以挖路 可以用捷印就可以進來 那這個徵收成本就省很多 環境成本也省很多 人民健康的環境也不會破壞 然後可以在原本 在林岩市中區 市中心建造捷印站 那不是更方便嗎 那為什麼要在荒郊野外做一個捷印站 以後還用接駁在到林岩區裡頭呢 為什麼要這樣呢 所以我們知道這裡頭一定有貓膩 所以這個問題很嚴重 那我們也不是說賭人財物 那這個我們應該要 不能夠犧牲所有老百姓的健康 吸收老百姓的財產 吸收東西 那這裡這個地區呢 其實要慢慢要把它改成生態的地區 讓用些海藻等等啊來排除這個 讓這裡呢也適合一個農業區 而不是適合基礎區 也不是適合捷印的地區 那我們請謝生堅講一下 第一個點 你的老家在這裡 為什麼你都不敢住這裡呢 我那幾十年呢民國六十二年 政府強制用那個戒嚴法來勘亂時期 來強制遵守我們老百姓的這個農地 建立這個說我們的十大建設 我們在這裡的這個人品 就要靠著有主意的來用欺騙的方法 來這裡四十多年 將近五十年了 長期的污染 利用的這個假入 這個都換那個毒物和那個 這是什麼工廠 這是裡面的很多的工廠 包括裝油 那個很多啦 28家的這個化學工廠 毒素都在這裡 滅入以激烈的排放 政府住處不離 人民的身份 給他們的這一些財團 來剝奪人民的這個生命和財產 剝奪我們很親近的這一塊農 這些農地要養殖地區 我建議政府好好的 維護這裡人民的生命財產 北山二路這個要給它簽 來建築一個工業眼蟲區 北山二路的基民癌症比例高不高 都癌症差不多九成了 九成耶 九成了 可以調查得很清楚 我全家都不敢在這裡 住了兩百多人 現在有家不敢 那住在這裡的人也很危險 住在這裡危險 他們因為沒有本錢去煮房屋 又沒有本錢去賣房屋 用生命和在這裡交換生命 政府用這殘忍的手段 不愛人民的生命 主要愛經濟 愛叫財團賺錢 來維愛人民 所以我第一個問題集中一點 這裡的不適合人基住 因為這裡有很多污染 28家的化學廠 污染源 然後謝先生他們家真的 你的祖父還是什麼 得癌症 我的祖父 我的父親 我的母親 我的哥哥 我的妻子 多數找癌症 全家人 都是在 連現在我都有 這癌症比路這麼高 癌症主路 所以這一點是很嚴重的 那這裡可以變成結印站嗎 這裡可以變成結印共購住宅嗎 這裡可以變成住宅妻嗎 然後你要掩埋事實 讓大家都不知道 那這蓋出來的房子 會不會當成蚊子館嗎 對 那這裡的人結印到這裡 以後我們如果要到 零年的七中心 還要搭車過去 那這不是交通的損壞嗎 所以這一點是不是合一 請各位觀眾自己想 第一點這個有生命危險 第二個點 結印打算蓋在哪裡 你要指出來那個方向 來 結印的意義定是在這裡的 那個中壹路 等一下我們的野樹會經過 我會向大家報告 他的捷運站應該是 像我們教授講的 埋在地下 你要用起來的地方 要服務起來的這個 這個閘道 也是要用詳心方法 盡量用政府的支援 不要用那個七段遵收 來搶賭人民這個優勢的農田 來作為一個污染的地方 主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都被剝奪了 這種政府 他是要用這裡的農田 對 用我們農民的農田 遵收農田 這跟很多地方一樣 就是遵收農田 對 遵收我們優良的農田 不是 現在來講 結印在這裡 這裡也離林岩的七公所所在地 有一段距離吧 不是 他們假借也要做結印站 要遵收我們林岩的農田 一百七十公頃 來作為七段遵收 其實他們是郭傑那些財團 要來這裡建設 來賺錢 利益的分享 假借遵收 七段遵收之民 然後把很多東西變成機關用地 然後機關用地再釋出 然後跟財團結印共構 然後就可以蓋房子 準備蓋房子 老百姓就隨便他們分配 所以這個就是典型的 即行經濟犯罪 這個是政府不該怎麼樣做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點 第三個點 你有替代辦法嗎 我想替代辦法很好啊 為什麼呢 農地要保護 農地農用 農地維護我們海洋的生態 農地維護我們人民的生存 兩屬的危機 還有我們地球不會軟化 地球也是會影響 我們錯氧存也會破掉 這二十八公斤有利他們去 害死我們 善為這一些成千成萬的人品 得到癌症的 得到空氣污染 得到宿界上氣候的變遷 所以以後我們國家要滅亡 還要影響到其他的國家 歐美已經把這個煙窗 都不能向太空揮發了 唯有我們的政府為著特權 為著經濟 為著賺錢 為著利益輸送火價財團 來以下剝奪人民的生命和財產 我有家不敢住 不是 替代辦法 其實就在林園七公所 就是那個地區就可以蓋捷運站 對啊 都是可以蓋 就根本不要徵收 區中心的不要遵收170 林園已經沒有地 可以蓋他們62年強制遵收300多公斤 所以是徵收無畏的地 就是其實現有的地 用地下就可以造結 所以像台北市 信義區 信義路 都是在地下蓋 所以要通知什麼 要開說明會來欺騙老百姓 以前從62年欺騙到現在 入雨之夜的噴著二氧化山這個攤煙 所以各地的所謂的都市計畫委員會 還有國有財產局 其實都沒有注意人民的身體健康 也沒有注意幫人民省錢 也沒有注意幫國家省錢 你可以不要徵收就不必徵收 你可以思考不要徵收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 原本這邊其實是可以做成為 海藻的養殖地 你能不能再講一下 對 這裡可以保護我們下淡水溪 淡水的淡水的清淨的境地 這個淨土是有錢買不到 世界上最好的漁出源和水出源 是台灣的高雄的林田區 你們一般都照我老家都在這邊 一去去我看到了 去找個相機曉得我 兩百多人不敢有家不敢去住 已經放棄了四十多年 政府又給我們扣稅 沒有補助還扣稅 我們的生命都不足錢了 來到這個謝先生 他的祖宗 他的祖宗 善偉的北善村 那他剛剛有講 他們家住在這裡 他的祖父祖母 他的幾個都得了癌症 然後他們現在有家歸不得 有家不敢住 那這是因為水的問題 空氣的問題 那空氣水都有問題 然後也影響到 他們的癌症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這麼好的房子主廚 然後這個是在高雄 林延善尾的北善村 就是我們剛剛是北善二路 這裡是北善村 今天有很多的媒體採訪者 非常的感謝 來了解民間的疾苦 了解我們這個受害政府的經濟效益 來這裡建立化學工廠 已經62年到現在了 已經經過四十多年 我有房子在這裡 我老家 這個房子我們有六分地 這個和這個旁邊那個也住 那裡也住 所以我這個家好寬空 我也是山維的這個 我們這個山河院的 所以這裡本來是一片的 落天落地淨土 空氣非常好的這個農家 我這裡是我的祖父 我的爸爸建設 我就在八歲就他的建築完成 到現在已經差不多 也是八十多年 八十多年的老家 從那邊搬過來 因為海嘯把我的舊家 就搬到這裡來 搬到這裡來 又收我們工業區 離了工業區五十公尺 工業區五十公尺 這裡過去就五十公尺 林園工業區 這個林園化學工業區 五十公尺 使我這一些 我們前家輪的兩百多個人 都遠離去 使我家破輪暖 清理煮善 不敢回來這裡住 已經放了 放了數數多年 連一個輪在這裡住都沒有 我們所有戶籍都沒有在這裡 我們是為著生命 政府為著錢 我們是為生命 大家現在在調查上 從我的父親母親 我的哥哥 我的手足 我的妻子 通通找癌症 沒有一個沒有痘的 所以說 所有在這裡 我依照調查 差不多有八成以上 都是癌症 都是肺癌 胃癌 還有為著水 這裡的空氣污人 非常嚴重 因為財團 足有賺錢 不顧人民的生命財產 他們利用假路的時候 都脫放 鬧個探戀 利用人民沒辦法 就發現就是把那個廢水 滲透到地下 所以在我們以前 在76年的樣子 他那裡工產 就把這個廢水 滲透到這個地下 我們抽出來的水 都是有錯有味 所以我們這輪體的損害 還有我們這裡的生產地 農地都變成有毒 種的農地 房屋有房租不敢再離住 政府說這裡是住宅區 公共設施完成了 又給我們人民 剝奪扣了地價稅 扣了那個房屋稅 我們這裡也是農地 這裡也是算是 以前是在打槍擊槍 打槍擊槍 政府政府都沒有建設 他有建設什麼公共設施 不然這都是我們的路 都我們來北市的路 去經營 因為他們在打槍擊槍 都在打槍擊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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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他又來林芳工業 我從小年到這時候 我就離開這個地方 不敢大 這麼大 我的母親都都中間 連我們祖人的心地感情 我們的事大人 老母都中時 整個人這裡都不敢大 兩百多人這裡可以 住我的老家 本來幾個環境很清澈的 水溝都有 都有魚可抓 有鞋子可以抓 現在變成一塊的什麼 變成了人家說 他們是地獄 有鞋子可以抓 請問這個 謝明文先生 這個捷運的安置點是在哪裡 剛剛我們知道那個叫做 山上二路 北山二路 北山二路 應該是終點站 終點站那邊要徵收很多的農地 來做工業區 多少農地 300公頃 300公頃 很大的一筆農地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後面 大家可以往後面看 後面是這個遺址 這裡也是農地 然後後面我們可以看到工業區 這裡如果剛剛那個北山二路那裡 那裡是最終點 可能是零年二戰 然後這邊有零年一戰 然後這裡可見它的廣闊 那但是這裡呢 也不是市中心 所以這裡 你看這裡附近也是 也是這個 宜溫也是農地 這都是農地 你看可以看這部分呢 其實等於是把零年期呢 很大的一塊呢 就要併入所謂的公家機關用地 那這個有沒有必要性 我們請憲民先生講一下 他們捷運要怎麼安排 然後謝謝教授 今天政府為了我們這個捷運 從小港到零遠 那麼其實上這個捷運 預算都賺好了 那為著高雄市政府 他們要徒利 來小豬豬包商 來把這裡的這個農地 來變為住宅區 這也是一要一要做住宅區 這也是受害無窮 這裡根本都不能夠做住宅區 他偏偏為著利益來變做住宅區 他們才來剝奪人民的這個財產 說我們人民可以得到數成 政府就得到六成 這樣是侵害到我們人民的生存點 生命財產點 這裡本來要保護我們這裡的環境保護 一定做原來的農業區 那麼林零遠已經沒有這個良好的田地 你這個遺害和這個工業區相連 它的探煙、廢水、它的污染 都是這是住宅區 我的老家都不敢住了 可以做住宅區嗎 這農本都要獨屬了 對 這裡可以拍一下 余溫 那兩人都農地了 農地我下面就叫拼了 這個地點其實有一個很棒的 這個Hinoki 這個叫做香樟是不是 對 那這怎麼來的 這是以前的廖叉所、駐柴所 他們去買來這裡蹲積的 囤積在這裡 所以這個就漲了 對 當初還有那個Hinoki 還有Hinoki的樹也長出來 那這個是一個很棒的生態 很漂亮 整條馬路都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 Hinoki的還有樹木長得很漂亮 那那邊呢 那邊是農業區 這邊是農業區 那現在這個地點是農業區 這個地點是要做 做捷運 捷運的基本站 基本站 就是Mainstream 主要的站體在這裡 對 然後在延伸這附近多是農田 所以整個來講 這個建設其實以農民為禍 以農民為禍 然後讓整個高雄的農田 還有很多的海藻 海藻養殖地區 就會在這個捷運案裡頭會消失 所以你能不能介紹一下 他們原本的捷運 為什麼設計在這裡 沒有 你看 設計這個是主要點 設計這個有點是偏離 偏離這個林岩的市中心 然後也偏離附近都是農地 然後要把很多農地都弄進來 那有必要這樣嗎 那當然他可以講說 他可以創造住宅區的擴張 其實高雄住宅區不欠 高雄欠的是良田 還有美麗的風景 美麗的自然環境 高雄的空氣真的是不好 高雄的水也不好 但是這回捷運了以後 會把原本有的高雄的會 就是自然的這個農地等等 高雄的會 還有我們剛剛也看過 它的海藻 海藻其實可以淨化水汁炎 那這些點也都會把海藻的生態劑 整個破壞 那這個捷運計劃 其實是以高雄人民的身體健康 為破壞對象 然後以少數人的這個錢財利益 為主要的對象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大家要三思而行 那我們能不能請一下 謝明文先生 你能講一下 這裡原本是林園的 附近都是農地 那為什麼在這裡如果 創建了這個所謂的 林園站會有什麼樣的問題點出現 其實上 都要被徵收嘛對不對 那這個也通常要除掉了嘛 這個都也是要徵收 也是要做那個 做那個編位置的主宰區 對 來土地啊 對 好 那我們大家也知道 大家看了幾點 然後我們最後去要看這個 有個替代點 就是在高雄零年期 裡頭已經有道路 然後只要挖地下道 也不要徵收 也不要花人民的錢 那其實又很方便 是不是可以找那個地點 可以 那我們到那個地點去看一下 謝先生帶我們到替代這個捷運站的 一個理想的地方 也不要徵收土地 但是也不要損及於這個農民的農地 那就可以很容易解決的方案 最容易解決的方案 那我們請謝先生介紹這裡是什麼地方 謝謝教授的主導 因為我個人的意見 希望政府改變一個方向 比例我們這個捷運站要用的 盡量是用我們沿海公路 和那個鳳林公路的交叉口 那鳳林公路的這個 這個沿海公路的那個南邊 都是農地嘛 農地我們盡量不要用到農地來作為捷運 該用到的你就要依法徵收來做補償 不要說我們林園要用了170公頃的農地 來變位捷運的替代品 要強收人民的這個農地 農地已經已經林園已經被工業區 在62年已經強收300多公頁了 現在政府又沒那樣心 把我們的農地要遵收 不是 我覺得齁 在很多地方都有什麼三鐵共構啊 利用原本的鐵路啊 既有的地區 那其實在林園呢 也有它的既有寬敞的道路 然後這個可以在道路底下呢 用這個地下的方式 或者是用高架的方式 其實都可以 那這個就可以解決徵收的問題 那其實也很容易解決 所以我覺得你這塊叫做 這是賓海 賓海公路是哪一條 賓海公路就是中西的 所以大家照一下 這條是賓海公路 那這條呢 這條就是鳳林公路 沿西到中營 鳳林公路 所以這個應該是林園的中心點 中心點這樣捷運到這裡頭 其實到中心點就人口很密集的地區嘛 那這樣不是很好嗎 何必要違反自然呢 對不對 就是沒有 本來沒有的地方去徵收 去斷徵收農民的土地 然後讓好的地方荒廢不用 那這個其實是沒有達到物盡其用 也沒有達到真正的設計的目的 是 我現在也認為說 遵收農民的土地 農民靠這個再生存 我們的環境又破壞 最後把我們的農地變為住宅區 祖母來得利 農民就變成他的困服 我們的糧食要從哪裡來 住宅區又汙染我們地下水質 環境又被汙染 那麼我們現在能夠建立說 用高價的或用地下的 所具有的這個道路 來這遵收 來這用政府的資源 來做不要危害到我們這個 把農地做為住宅 來做那個工業區的汙染 這裡有防毒也是受害 有住宅也是 雖然有家族就是為了什麼 為了就是利益 為了是土利 為了他們家的財團 掛鉤 所以我希望說自由的能夠做 像教授講的說我們可以做地下的 可以做這個濱海公路的 還有讓我們這個鳳林公路 來交叉口來做個地下的捷運 或是高價的 我們其實非常謝謝先生 應該要保護農民跟農地 不要把農民農地 置於不保護的地位 然後要維護自然生態 然後對於捷運的開拓 其實應該要能夠選擇 比例原則找到損害最少 然後也找到利益最多的地點 所以我們希望這一集 能夠讓大家來充分的討論 謝謝各位 謝謝教授 將這個住情能夠轉達到我們的政府 受了危害人民的不要 利益眾生的才是最新做 保護我們的環境 保護我們的生態 回歸我們的大住宅 這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才有保障 國家才有保障 所以這是我的希望 希望政府能夠改善一下 節省我們這個住原 節省工業區的污染 再用住宅區污染住宅 又工業區污染更嚴重 使這些財團掛鍋 來利益 來危害我們的住宅生態 國家的這個住原 漁住原和地的這個生態 都破壞了 那麼我們以後下代的祖孫 沒辦法延續發展下去 這樣足跡上是危害人民的生存錢 人錢還有我們他的所有錢 生命的財產都被危害 有家不敢住 你這裡做住宅區 雖然是有比較家族一點 但是實際上利益比例原則太少了 傷害太大了 如果我們的大住宅破壞 沒辦法維持國民的健康 那是政府罪 罪為蘇鎮的方針 照顧我們弱宿的董宇民 有晃出 謝謝 謝謝 作詞 週刊和歐 Nelson 作詞 諸主 白竹 諸主 朝質 諸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